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這個頻道 昨天跟大家開了一隻初號機 今天就開了一隻八號機 這兩隻Beabic都是由一間店舖所借出的 這次這隻八號機來說 跟十三號機和初號機同一個時期發貨 價錢方面,現在來說相當值得玩 Around 7-99 相信都可以交易 昨天出了一隻初號機的影片後 有一位觀眾就PM我 就說我有一個舊版的八號機 你會不會想做開箱的比對 他都很熱心,就發了兩張圖給我 跟我說,我這裡有一隻舊的八號機 其實都可以給大家師兄底 去比對一下新舊八號機的分別 大家可以看一看照片 耳朵的位置和背部的位置 跟這隻新的設計來說就有點不一樣 但是整體上的感覺,我個人覺得就差不多 這次來說,都可以比對一點關節 初號機 扭到水平線的話,就三下聲 但是八號機來說,就六下 所以如果大家有時候收到不同的400% 發覺扭上去的卡的次數不同 並不代表是真貨或假貨 有時候同一個系列 同一個卡通的Bearbe 都可以由不同廠商或不同的武具所生產 說一說回這次的QC 這次八號機的QC來說 就真的相當之不可以 上一次,這個初號機的QC 我只給了一個70分左右 但是,八號機這隻 我就真的給了90分 因為,其實 在上面的線條來說 就相當相當相當之銳利 而且,上面的Print印刷印得相當清晰 完完全全就沒有了一個走位的情況 如果是比較上一隻初號機 頭的位置 前後就看到一些膠紙的分界位 但是,八號機就真的比較難見得到 所以,其實八號機不是主角 但是,如果是以這三隻新的EVA的Bearbe 我覺得這次的八號機的分數就相當之高了 但是,無奈啦 不是主角機就影響著價錢 好啦,今天的這條影片分享就到這裡 大家如果 還有其他問題想問的話 就在留言區問啦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啊 My hö以示範 呀 呀 呀 か 呀 呀 ya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